今天我们来介绍家常烧茄子的做法 茄子这样做的话,一定记得多包点米饭,太好吃了,不添饭都难啊 您需要准备以下这些食材 为了方便以后查阅,您也可以点赞收藏本视频 准备圆茄,土豆,青椒,番茄,蒜,洗净去皮 茄子,土豆和辣椒都切滚刀块,蒜切末,番茄切丁 茄子表面撒盐,静置十分钟 土豆,茄子挤出多余水分,裹适量淀粉 锅内倒油,五成油温,下茄子和土豆炸 炸至两面金黄,捞出 锅中加少许油,边香蒜末,放入西红柿,炒出茄汁 下炸好的土豆,茄子 炸茄子的时候,调个料汁,蚝油,生抽,老抽,白糖,盐,清水,淀粉 加入青椒炒段升级可出锅 酸甜可口的下饭菜 技巧 一,茄子要选轻的,老的子多就沉 圆茄更适合做红烧茄子,长茄凉拌好吃 二,蚝油,生抽里都有盐,所以盐就不要放太多 好了,就到这吧 谢谢观看,欢迎订阅关注